随着爱情而已,这部都市爱情剧热度不断飙升,该剧也引发了观众们的讨论热议,该剧除了讲述现代都市男女的恋爱问题之外,还暴露了不少关于原生家庭的伤痛。 比如,宋三川之所以羽毛球成绩一直低迷,是因为当初妈妈的不告而别,还处于十几岁年龄的宋三川从此留下了心理阴影,此后的职业生涯一直被阴影笼罩。 那么当初同路的突然离开,作为宋三川继父的安从为什么没有去找回来呢? 一、安从知道同路命不久矣。 我们都知道同路的离开,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身患癌症,他并不想拖累这个家庭,也不想让丈夫,孩子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,与其让他们看到自己苟延残喘,不如自己坚定离开。 所以安从是清楚这一切的,他也知道同路离开的坚决,更重要的是安从也知道同路或许命不久矣,与其找到看到一个病危的妻子,不如留一个念想,让自己心里认为同路也许一直还还活着。 二、安从知道同路并不爱他。 对于安从来说,当初之所以能娶到同路,也是因为同路已经有了宋三川,母子二人总需要一个依靠,所以从一开始安从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备胎,他也内心认为同路自始至终没有爱过他,对于同路的离开,他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了。 除了安从,同路之外,对于宋三川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,那就是他的亲生爸爸到底是谁,目前来看剧中也从未出现,甚至连关于宋三川爸爸的信息也没有提及。 但是可以猜测的是,宋三川的爸爸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渣男。 虽然说宋三川从未提到过他的爸爸,但是可以看到这位渣男对于他的影响,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宋三川有着强大的责任心与爱心,通常父母一些行为,在孩子这里会出现反噬的效应。 就像从小被父亲抛弃,又被妈妈抛弃后,他是最了解这些伤痛的,所以他会帮助那些肿瘤患者,也对小朋友们充满爱心,在团队中更是极具责任感的队长,想必这些宋三川身上的优点,跟亲生父母的行为是分不开的。